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一級賽馬方程式。 回到第二節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星期六有十場賽事,分為兩場泥地,八場草地。 草地賽事將會安排在私家三跑舉行。 這次怎樣呢? 練馬師,你覺得是否剛才說過徐宇石十幾隻馬,會繼續有馬贏? 很老實,徐宇石的馬挺強,我都喜歡。 羅庫泉呢? 羅庫泉有些馬,大家仍然有點憧憬他。 我覺得這次的馬,可能你就要看一看會好些。 因為他剛剛轉過去,他還在定策略訓練的時候。 可能在這裡跑,他純粹拿一些數據。 他現在可能轉了一些訓練,看他陣上的時候, 咦?有沒有走出來? 或者完全不行? 這些就不要太過,暫時覺得他應該成立出來, 追得這麼厲害。 暫時有四位練馬師就還未開債, 包括高冬妮、蔡若翰、李爾達和麥菲文。 Michael,我其實星期四個日看排位表, 我覺得大摩的手馬很強。 很強。 從第一場開始,還有那些什麼勝利明星, 那些全部都是。 因為我自己看,八隻上陣的馬, 當中,你說飛龍區和花月流星、美月新, 其實其他那些馬全部熱過新, 多紅利當然馬房開齋馬。 有些都交了近的表現,但是不厲害的, 希望就是那些,你還未搞定, 我贏了先那一類型的馬, 所以我自己都挺看好大摩的, 明天的馬。 你看看那個成績表, 我看了頭十名裏面, 有七個,一、二、三、四、五、八個, 是華籍倉口, 還有已經有兩場兩場, 鄭俊偉兩場, 連高達也都開齋了。 那如果你看, 甚至是蘇惠賢, 蘇惠賢有一兩場, 叫同德福, 聖提菲, 是吧? 是。 有想要響紅斯動力, 那些可能要什麼? 沈澤成, 自動波, 知道性, 旅遊王者, 再出, 雖然那個, 當媽媽的都是, 就算是那些快樂寶貝, 都可以放下的。 容天鵬, 容天鵬, 我想就是只有朋友仔, 有些邊線。 快樂術座, 輕綁。 姚本輝, 財高八斗, 是吧? 阿武利則, 甚至乎新界之星都有些機會, 不過看他轉不回之後, 馬會不會慢了, 接著再追, 就整天都輸了。 鄭俊偉其實都有的, 陽光大地, 都是我們那個銀行物貌, 呂建威就轉息轉期, 馬馬斌騰, 我覺得這次的對手強了, 還有在美光燈照著你, 這次沒有那麼容易被你走掉了, 那你說方家柏其實都有, 有些馬會今次來通勝, 甚至乎是和平開心, 還有一隻第一場, 待會我會介紹給你的, 暫時是這樣, 當然了, 約翰摩拉西, 駿馬喬菜, 正利專家, 多紅利, 陸勇士, 這次呢, 啊, 次次都, 當然有些, 有點席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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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有隻好東西頂住他, 那我先說, 這次, 我這次的推介, 剛才說了那麼多大魔, 當然要先選一隻大魔, 但立場, 這場是四班千四米賽事, 我自己馬膽就是選一隻勝利專家, 你看看他這個路程, 雖然未贏過馬, 但跑過七次, 都有兩場亞軍, 兩場貴軍交代, 這隻馬, 開來日, 已經跑過了, 不如看看他怎樣走, 去一去片, 勝利專家在這裏, 紅色眼罩, 紅衣服的, 看完這隻, 就是黃衣服, 然後戴上粉紅眼罩, 這隻是鑽式鑽旗, 鑽灣呢, 其實兩隻馬都篩得比較出, 這隻勝利專家, 你看看背湯尾這裡打下去, 其實當然, 是很認真推, 其實這場是, 他想搏的, 但前面你看看, 有些馬已經走掉了, 有隻飛翼鋒在這裏, 然後很有益, 就是在這裏, 捐條欄上去, 贏馬, 但其實這隻勝利專家, 騎下去, 比一下有些, 比一下有些, 然後外面的, 轉色轉旗, 粉紅色眼罩, 其實都追得很厲害, 最後一隻就跑第三, 一隻就跑第四, 兩隻馬, 比我的表現都不是十分之差, 好了, 可以回來了, 雖然你說, 這隻勝利專家這次133磅, 跑過這麼多次重磅, 是不是不好的, 坦白說, 當然你說會有小折扣, 當然是, 揹著重磅, 但是你看看, 這場, 不是說真的很多馬, 放在前面走, 放眼量, 以及自動球會放在前面走, 我猜的勝利專家, 九檔, 有機會很快就減到, 可能在二碟的五、六位走, 其實走在上面, 跟上次的檔位形勢, 是差不多的, 我猜大摩, 剛才都說過了, 八隻馬, 擺在那裡, 這隻馬, 你說贏, 都可能看看對手有沒有跑錯, 但是你說二二三三馬, 收容賽, 連野位, 我自己覺得, 是穩膽的, 所以我就選了他, 神操, 那條頸的力量, 上了力量, 他有進步, 他不是第一場那場, 他這次出, 不是說, 總是保持, 保持就不能贏了, 進步了, 這個就, 即是, 他的進步是逐少逐少來, 不是, 都是不來的, 都是啪一聲這樣來, 他又不是那一隻, 我追了很多場, 多和你, 好啦, 選腳了, 六號的轉式轉旗, 剛才看片都看過, 這隻馬, 可能兩年多沒有贏過, 大家都覺得, 這隻馬都差不多, 嗯, 不行了, 四班跑來跑去, 都不行, 但是你看看片, 整天轉大彎, 不是說輸得十分之遠, 你說, 呂建威馬房, 這些馬, 熱了身一場, 怎樣都好些, 他都知道這隻馬, 不是說十分厲害, 不如, 貴初, 即是, 局行的搏, 贏了就贏, 贏不了, 看會不會想, 換過一隻,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 心意上, 上面, 我猜這隻馬都是, 正面的, 你看看, 莫雷拉, 加雷劍威, 那個組合, 上季在沙田合作過五次, 成績是三冠一亞一季, 基本上是100%入, 即是前三名, 我猜這隻轉式轉旗, 這場在那裡, 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再選擇, 選擇八心之王, 這隻就是, 羅富全馬房, 即是, 轉馬房初出的, 這個很奇怪, 是蘇寶羅, 蘇惠賢, 是嗎, 蘇惠賢, 轉去吳定強跑了一場, 三月而已, 接著, 又不知道他會甚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蘇惠賢不夠減, 那個馬主不知道, 可能吳定強會突然自己舉手, 所以沒理由這樣轉一轉, 然後再轉來, 是, 羅富全馬房, 不如看回他試襲那貨的走勢, 這隻就是八心之王, 現在暫時在尾椅的位置, 一直看著他, 那隻馬是不是沒有前束, 放得那麼厚, 前面的馬, 又不是說十分之強, 但是, 你看回他進直路, 比一下有些, 比一下有些, 過了終點之後, 那個勢, OK的, 這裡開始, 你見騎士都, 開始慢慢比起幾步, 那隻馬是交了反應給你, 因為看試襲, 其實我自己, 不是說看得十分多, 我就看著, 騎士的肢體動作, 或者他有比沒有比, 比下去隻馬又沒有, 是扯著扯著走, 還是放鬆僵城, 喝隻馬走, 而大力扮騎,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隻八心之王, 轉彎就是外跌, 你看看他, 其實這裡, 騎士慢慢壓住, 又不是很大力, 這隻馬, 撲上來的勢, 又不是說十分之差, 這貨集給我的印象, 是深刻的, 可以回來, 再結合上季, 整天在五十多分, 你以為他跑谷草千二米好些, 但是千四米才是他的當家路程, 這次, 你再加上他初出, 四季初出, 其實全部沒有贏過, 但全部都入前五名, 現在分減得差不多了, 我猜這場, 你跑得不行, 沒辦法, 就不要再追了, 不是的, 他剛剛鑽馬房, 就算不行, 再看羅庫泉有沒有什麼功力, 馬主都是這樣想的, 大陸鑽一場不行, 馬主聽到三力, 我自己會看得條切, 要去訓練這隻馬, 看他的功力, 再選擇二號的年季晉寶, 上季其中在這個路程, 輸了迎風雲和世界紀錄, 不如你看他暑期的貨集, 試成怎樣, 看看片, 年季晉寶, 現在在尾三位置, 是橙色衣服的, 你看直路那時候的走勢, 我自己覺得, 都試得相當之好, 這裡, 你看到柏寶, 就沒有踏出去, 特地移在二、三個位置, 這裡, 你看到手, 不是很大力的, 慢慢壓一下壓一下, 放低一點的馬, 直路前面, 望空沒什麼馬, 慢慢慢慢加速地上來, 這裡就不是說十分明顯, 扔一下扔一下, 這樣上來, 這裡, 你看到騎士的手, 開始搖大力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 踏到, 那輛車, 你看過了中列, 過了一隻, 過了一隻, 前面, 還剩下兩隻, 這裡再過了, 我覺得, 這一課集, 給我的觀感, 都是輕鬆的, 好了, 可以回來了, 既然這麼久沒有贏過馬, 他和你轉色轉棋都是, 不如先駁掉季初, 所以我也選了他, 好了, 看看我今場的推介, 去一下圖, 這場第六場, 一號勝利專家做膽, 多謝六號轉色轉棋, 十號的八心之王, 還有二號連離進步, 好了, 可以回來了, 好, Michael, 有什麼心趣先, 剛才剛剛都露了口風, 這場第一場, 我就是, 介紹給大家, 這個是第四班, 動捐, 動捐洋菜, 這次的比賽, 全部用鳥仔名, 是, 這場表面看, 你會好像覺得, 你不是進馬橋坐, 就正視你了, 看看究竟哪個答案, 就是, 李二達可不可以害到, 因為正視你, 這個路程很強硬, 再加上, 他已經攀了莫雷拉, 就弄了一檔給他, 就好像是想造就李二達, 但是, 你又有一隻進馬橋坐, 上次輸給什麼, 嘉賓王, 嘉賓王, 嘉賓王者, 大哥, 那些高層班, 幾乎那班, 他都拼了什麼, 接著他比你, 是吧, 那, 背湯尾也都不輸給你, 那所以呢, 這場馬呢, 好像, 都沒有什麼好玩, 那你介紹一下, 我反過來, 我就看到一隻明星, 給片你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參考, 那現在呢, 我先看看那個, 神粗, 神粗, 去片吧, 麻煩, 好了, 幸福家數呢, 這隻馬呢, 即是以我們好像買二手車來講呢, Andrew, 就米數很少的二手車, 這些, 陳潔森的二手車, 就算我覺得他跑了一兩場, 他來香港, 來香港也跑了幾場, 但是呢, 你不覺得他呢, 那隻馬呢, 是很亂的, 跑一跑一跑, 他已經開始很純熟, 還有呢, 很少有, 他現在一來下班, 再加上潘棟真是很少的, 這些沒有成績的馬, 他走上去摸足幾貨的, 你看他現在跳這些時間, 59、 26這些, 即是已經, 即是覺得這隻馬呢, 還可以控制他的步速, 可以慢慢穩定他, 我要多少, 就可以擺到多少, 那26呢, 是完全他控制的, 好了, 跟著正時理也是, 所以, 下到六班呢, 他成績是四班, 他成績是很接近的, 這隻馬根本三班是不夠的, 但是呢, 他這個路程, 是永遠都是準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有機會呢, 是李爾達真是可以叫他開齋的馬來的, 但最怕是, 反對是臨你腳遠的, 他可以在前面放到, 即是可以一度放, 還可以有幾腳頂住你的馬來的, 見二十呢, 你看那些出腳呢, 還是坐頭那樣的, 這隻馬我們千萬不要說, 哎呀, 他二十萬而已, 千萬不要想這些, 二十萬可以做馬王, 但是, 我們看那些步呢, 他還要有待改善的, 你看那些左腳, 你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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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將來, 整場大難地呢, 他走到那些大難出來, 不出奇的, 現在這個時間呢, 對著現在那些已經是有狀態的馬呢, 就暫時不要追過他, 那麽同進那天呢, 就都很失望啊, 但是他因為熱不透, 下次他一定要隔夜飛, 突然一熱透呢, 那隻豚章你可以買了, 那麽在這裏呢, 我們就看那些明星, 那麽三隻馬跳的時候呢, 那麽你已經見到那麽都凸頭, 那麽這裏你看那麽嗎, 他跑過一場的, 看那隻馬多縮, 鬆鬆地的姜誠給他呢, 等他自己來攬的, 你看那些後腳攬套入他的前腳, 那麽彈力挺好的啊, 那隻馬, 那麽跟著再看呢, 就是雷霆導彈, 這隻馬的戰績不好啊, 我一直都覺得死了, 我看他的戰績的時候, 還沒看這條片呢, 這條片我都覺得是不行的, 但是呢, 最後試跑的時候呢, 哇, 你等一下看一看, 那麽你看這裏, 那隻馬突然之間不同了啊, 那你見到, 田泰溫呢, 稍稍的人, 那麽大腿下去呢, 那隻馬已經有反應了, 那隻明天會是一隻冷門的腳來的, 那麽萬里威揚一點呢, 我相信就, 那些腳還有那麽多高啊, 暫時馬, 新就已經收得不錯的, 那麽有一貨圍襲呢, 好像衝上來, 那麽大一點, 那麽多的假象, 那些馬已經收慢了, 那這裏呢, 大家拍一拍, 黃銀千鋒呢, 他縮了耳朵了, 你看, 看見那耳朵縮了嗎, 那麽還有那些, 那麽怕怕的, 還沒習慣的, 那一拍他就縮了, 新界之星呢, 不是說他不好, 因為梁家俊有兩隻馬選的, 他可以選的, 萬里威揚, 他不要, 他反過來選這隻, 那麽又又又, 他不要, 他玩了這隻新界之星, 曾經, 你知道一千的時候, 都跑過第三個出, 但是呢, 這隻馬一轉彎就不行, 轉彎不行, 然後呢, 他最美, 季美的時候呢, 就李寶李跑了一場, 轉彎之後呢, 都是整個馬, 拖彎了, 他好像不懂得轉彎, 那些直路呢,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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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邊呢, 左手邊打一打, 他上彎是第四, 但是記住, 那個第四輸好完, 不過呢, 他已經開始懂得轉彎了, 那這場馬, 如果他懂得轉彎呢, 都是一個威脅來的, 那麽又又, 我覺得, 梁家俊不會選錯, 因為這麽還是, 各各方面的肌肉都不好了, 他那個身就OK, 他沒有用那些大口尖來焗汗的, 已經, 大致馬都有點濕, 那麼, 史卓鋒劇, 最後, 後來拍到, 其實史卓鋒都不奇怪, 那你再見到呢, 進馬, 他那麽多功夫下去呢, 那這個呢, 他現在已經做些時間, 不需要快的了, 他不需要快的時間, 即是說呢, 他在沿途呢, 已經跟他在溝通著, 究竟, 條江誠怎麽玩啊, 即是不需要逼他, 哪一步可以, 嘗試整個22秒9啊, 23秒那些出來, 不需要了, 救了他了, 勝在王, 我相信這個馬, 就要看下班, 接著看這場, 他有什麽表現之後呢, 就安排一個新的訓練計劃給他, 都說, 那些腳你還要彈一下彈一下, 你看, 現在還未訓練得好啊, 回來啦, 那, 見完這幾隻呢, 當然我們就, 看看那些, 即是準備好的片啦, 是吧, 先看呢, 就是那隻, 幸福家授, 去不見不見, 這隻就是幸福家授, 前面呢, 銀小福, 當日呢, 就無險東騎, 貝湯美那天騎, 就什麽都, 哈哈, 開羅那天, 還騎得比兩個, 建立生, 無險東騎得好, 潘明輝, 看到他, 其實是什麽呢, 那你見到這隻馬呢, 他都有點追勁的, 那這裏呢, 但是, 因為那天實在太輕了, 那隻馬106隻, 大哥, 嘩, 追到起了, 你看, 梁家俊呢, 他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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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肩頭, 向後推得太多, 他應該, 你看, 你看這些推, 向前推的, 推了, 跟著才肩頭起, 他手跟肩頭一起推到, 跟著手直了, 你看這些, 是吧, 不是起了的, 肩頭跟著一點點上去, 田泰安就不同了, 不是說, 梁家俊不好, 可以更加好, 好, 回來, 這個幸福家俊, 同樣是1200米, 他可以做到的, 能筋, 能鬥, 但是, 就不是很多, 就是要拿那一滴出來, 都幾辛苦的, 現在看那隻, 就是, 我覺得, 這隻馬呢, 馬主呢, 就是姓柚的, 那這個馬主呢, 他玩車很厲害, 很多錢在家裡, 很有錢富二代, 他爸爸, 以前是騎士來的, 柚定署, 哦, 柚定署,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柚定署, 就是, 在以往業餘時代已經做的, 一定很有錢才做到騎士, 是, 他爸爸就是了, 那他, 那些車都很喜歡紫色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看看, 這隻明星呢, 我穩穩的, 在這裏, 其實這場呢, 他就跑了1200, 這裏呢, 已經跑了800, 其實他還依然在頭上, 是, 他都不停地在那裏推, 一邊都沒有下, 當日呢, 就到你來, 那, 整一邊之後, 當然這腳是要開始慢了下來了, 但是呢, 你看著, 這馬一個人之後, 你見到到你來, 踩起來, 已經不騎了, 沒有繼續推下去了, 看看, 踩起來不騎, 是吧, 輕輕的, 但是, 他不是突然之間, 一路退下去, 他只不過, 他已經沒有推了, 到你來, 然後, 然後呢, 就等馬自己, 順勢, 空波滑行, 但是, 你看他, 這輛馬都很遠喔, 以他當日, 他跑到11名, 輸五個馬位, 大概是92倍, 那麼, 你想想, 他放到, 剛才最後我看到, 差不多放到去, 佔近, 已經有1000, 他才腳軟, 現在這裡再跑到200, 現在這隻馬, 是深不可測的馬, 這個姓游的, 他玩車幾百萬, 幾百萬的車馬, 這些馬來講, 對他來說, 濕碎, 他買的馬都不會便宜, 所以, 這隻馬, 明天, 如果他, 我不知道隔夜飛幾次, 如果22倍, 是不是有鼓劃啦, 這些飛就對了, 那麼, 已經有多少隔夜飛, 起碼, 你不會留一開始, 我現在拉出來了, 現在的22倍, 也有些後面的人, 有些想法的, 這隻馬, 就算金牌不行, 你看一看他, 他肯定三三四四回來, 最多一隻, 當天, 好,去片, 就是輸給你, 嘉品王姐, 其實都是莫萊拉的心, 他到底推好, 還是不如收姜呢, 輕輕地推幾球, 但是這隻, 就是那隻, 晉馬喬楚, 你看, 背筒還沒騎到, 哇, 好像, 你以為不知道, 以為是羅里亞來的, 腳又踢, 手又拆, 哇, 向上拆, 向下拆, 什麼都齊了, 好像清潔哥那樣, 但是你看, 人家在前面, 兩個幾碼位, 但是這些已經騎到盡, 帶他騎到盡, 如果你撇開這隻馬, 根本不是這幫, 那就贏了後面, 是吧, 後面的開心日子, 發落火龍那些, 是吧, 所以, 這隻馬呢, 我猜呢, 背湯尾呢, 就是已經, 很老實講, 我回來, 不好意思, 就應該沒有什麼藉口了,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那麼久, 那些馬呢, 已經被你操了那麼久, 出過, 再回來, 再來, 再試, 最後試考, 也都再教過兩課, 再來, 跟著還有, 一包十八磅, 當然, 這當然不是聰明, 分數, 但是狀態在那裡, 背湯尾, 就應該要交成績了, 就是, 再沒有那麼多Honey Moon, 是吧, 再不交, 大摩那些人很現實的, 大哥, 這麼多錢, 請你回來, 一隻不行, 兩隻不行, 等一下有一隻, 我忘記了上次, 因為他突然身體不舒服, 確威風, 其實那隻馬, 大家記住, 這場一定要說, 嘩, 一開始粗, 他就開始粗一點, 一手一腳粗, 交閘, 不然, 誰不知, 他自行, 但是, 我好像沒有介紹這場, 但是, 如果你有機會看片, 找回郭威風, 你看這隻馬, 全程隻腦, 一步都沒有騎過, 齊普敦, 大家看這馬, 是第幾番來, 是, 很近, 一步都沒有推過, 這隻馬, 應該背湯給自己, 這次騎回來, 是一路騎兵來的, 是, 好, 現在八倍, 就是郭威風, 這次就見真相, 因為, 他上次突然間不舒服, 那個人也收到指示, 好, 就這樣跑, 大董都不會有甚麼說, 我騎上去, 就是那分多鐘跳去, 閘後面, 你想我怎樣, 所以, 這次, 還有, 你看回神出馬, 這隻馬, 是第幾場, 第八場, 第八場, 這隻馬, 有些機會的, 我都會有, 在我們付費網頁, 你會見到我, 貼出這隻馬給你的, 好, 接著我們休息一會, 你都, 你福堂未出, 是, 我就大膽一點, 當大家都以為, 正是你, 進馬橋出這場馬的蛋的時候, 我就想試一下, 我這隻, 四號的明星, 做膽, 反過來, 因為這場馬, 表面看, 如果你要買二九, 就沒有意思, 如果要二到, 阿媽都不贏, 是吧, 但如果你的明星, 二十一元, 正是你, 是啊, 如果你的明星, 你真的走來, 要二十二倍, 穿下去什麼都值, 再不是你, 就做個鐵三角, 二四九, 鐵三角, 最穩陣了, 就做多條單T, 十元, 即是複式那些, 我想保證你, 應該有機會收錢的, 又不敢保證, 好大機會, 好, 有沒有補充呢? 沒有,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講完奇異那兩場, 就算了,